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又到了香港醒醒的时间 大家好,Carol 你好 是 昨晚很早睡了 是吗?为何? 没得上网 没得打机 没得打机 不是,我没打机 但是昨晚是手机 很方张 我以为我的手机有问题 查询一下,Facebook 也不能上网 IG 也不太合适 把机火早点睡觉 那今早呢? 一早醒来 一早醒来 全世界都是出事 不关我事 哦,好像是因为受到天上的星影响 你刚才提到什么? 水星逆行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这么大能量 可以影响到 这个是Facebook 神 IG 神 现在还未查出原因 但是原来,社交网络突然停止 令大家都很震惊 我认为惊过冒犯开 是的 拿手不成细 突然之间好像没有了联系 变成孤独 因为影响了我们的生活 完全是 因为你知道很多人是机不离手 突然间没得上网 与外界联系那一刻 实际是很惊喜 很惊喜 今早我也收到英国的朋友 突然间他就转了讯息来 我想他可能昨晚传 因为整晚没有停了 一晚 那时就认识 那时就认识了 他说很震惊 我突然间说 很厉害 那宗新闻 很震惊 他说 你说我是什么新闻 你说是 回来香港 是吗? 是 这个是Pandala 是 这个是Pundalai Pundalai Pundalai的盒 就是神话 就是一打开了 就会有很多东西走出来 怪兽 又来了 其实不是什么新东西 但今次又有些新东西爆 是新东西 是新东西 是一个国际调查记者联盟 这个组织 我也是第一次听 这个组织 先几年也有 也有 不过今次是史无前例 规模空前 因为今次是 拿拍了650个国地 全世界各地的记者 他们爆的材料是规模空前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之前也爆过一次 但今次有35个现任前任的政府领导人物 和国家元首 是 他们在境外的避税天堂 就是隐藏了大笔的资产 和一系列避税逃税活动 这个很厉害 香港也是榜上有名的 是的 香港原来也不失礼 也有两个 香港是假假的 第一任特首 董伯伯伯 是 二次是梁振英 是 两个都有分 都为港增光 是 没错 当然我们说到 上一次他们有明报 中文报纸 英文报纸就是蓝组 是 网媒就是《立场》 今次只是《立场新闻》一起做 是的 我以为他们只是《立场》 很厉害 跟这个外国的记者组织 是 和做一个这么大的 一个考股发掘 他们其实就是 我想他们就是收到很多 他们是基于什么呢 根据是1,190万份的文件 包括是档案 电邮 我们说的影像 公司纪录 以及股权证明等等 这些都是来自于英属的 处理岛 巴拿马 塞浦路斯 阿联邮 新加坡 瑞士 14间金融服务公司 他们查到全球 约117个国家 或者地区 超过650个记者 是联合去分析的 包括14个人还在位 另外 有300个军政高屋层 包括内阁的官员 第三世界是好 极权 即是军统的地方 这个我也觉得不是很出奇的 贪污 我不敢说是合理 但是很正常的地方 但回到香港 其实也挺大的事情 他没有正式说贪污 他只是说 根据《卫报》的报道 他主要就是说到他们避税 申报 把钱调到其他的地区 以及用不同的公司 离岸公司 离岸公司 未必是违法 但是就是不公平 甚至乎很多时候是在淫内 这个才是一个大问题 是的 我们说回我们香港 其实董建华 他成立这些公司的时候 已经下台了 我们稍后再讲他 但是前特首梁振英 他就是在淫内 你可不可以讲讲详细是怎样的 对上一次 那个是 应该是五千万 是的 没错 那次的事件之后 是不料了之 今次又检查到 他起码知道 他卖了股票 即是赚到钱 是 据说是没有申报到 在淫内的时候 主要就是他上任 一个多月之后 才是 怎样说呢 迟了他一间子公司 日本义务公司 作为董事 他在他上任特首的时候 是没有申报到的 另外就是 当然后来他将 2001年的时候 20万英镑 即是230万港元 卖了这个股权 三成的股权 也没有申报的 这个就是一个潜在利益 所以现在就是说到他被揭发于 以维持有戴德良行 日本业务公司的三成股权 当时他是在做特首的 因此 现在有这样的揭发 但是呢 昨天其实 这个行会的资深大律师 湯家驊 行会成员 他也说 接受立场访问的时候 就是说 以他理解行会的情况 行会成员 是必须申报 有实质利益的股份 即是有实质利益的股份 还有 无论经过多少重公司也好 都是持有利益 就是要申报了 但是他今天好像改口了 今天改口了 今天就说 他不知道原来是说说梁振益 具体这些案子 他就说 不如致敌 不是 他说和行会的秘书署了解过 就说到 就是说 直接才是需要申报 如果是子公司那些就不需要 你觉得呢 如果子公司那些就不需要申报呢 很简单问回一个问题 那些钱是哪个 最后属于 还有如果找到 第二个代理人持有 那行不行呢 法律上当然可以 就是我都问回一个问题 最后到最后 那些钱是属于哪个 根据立场的报导 就是说 后来就是 他们查到 是梁生 一个 旧同学 应该是英王的旧同学 他转过去做代理人 是的 其实譬如说 很普遍有些是 配偶 或者是儿子 一些外国的例子就是 11岁的儿子 可以有多少亿的屋子 那其实这些存不存在 是否要申报呢 你觉得 如果你作为特首 或者是一个很 一个公众人物 是的 我也是有需要的 那说明是需要公布的 是的 是的 但是问题就是 为什么要这么迂回 是的 第一是去离岸 就是拿走些钱去其他地方 转了别人的名字 或者信托 由其他人监管 正如刚才所说 到最后 那个资产都是你自己的 是的 那就不太明白 当中为什么要这么隐悔 当然现在大陆都查得很重要 有些影星 对吗 就是很多东西就是 去到外面的一些公司 离岸公司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又是 如果你说国内那些 可能很多次真的 所谓我们说走资 透过很多虫 一路通过去信托 再信托 再信托 都找不到原来的 就是持有人的时候 那就很容易 就是将那些钱移走 还有其实你的收入要交税 是的 当然 在地 你在某个地方 你没有那么多钱给他提到 那就交少很多 是的 所以很多那些 你讲的那些离岸公司 就是刚才提到那些 巴拿马 是 宿处雷道 是的 小道都差不多是 问所未问的 当然搞很多 专门做这些什么 我们说到 湯家驊今天很少转口 就是说是直接的 自己名字的公司 子公司的那些未必算 这样说 就是说根据他了解 这个秘书署的说法 但是这个 廉政公署前总调查主任 查识我 在一个 在商台的节目上说 他就说 利益冲突分了三个层次 实际的利益 潜在的利益冲突 以及观感上 市民觉得有没有利益冲突 他就觉得 其实道德上 当事人应该站出来 解释一下 为什么没有申报 为什么要这么迂回的方式 持有这些公司 是 因为你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是 这个很重要 私人就没有办法 是 自己的财产 或者如何安排 但是去到公众人物 我想是 尤其是第三点 潜索他的问题 是 是 因为你身份太敏感的时候 如果公众人士 观感上 觉得有问题的时候 是需要解释的 不过现在公众人士 也是没有票 当然 那他也不需要管你的观感 是不是 你又没有份选 没有 那千多人选特首 我今天来做这个节目之前 都刚刚回复了政府 我们有一个团体 注册了的艺术团体 收到 即是 已经废除了我们的票 是 也不够 寄了信来说 要我们交封信去自动 退出功能组别 即是取缔你们 他未必取缔我的会 但是 某程度上 就是说 你自己退出 解散 不做功能组别 不是我逼你的 已经去到一个这样的地步 叫你自尽 可以这样说 即是要消灭于盟霞时代 是的 实际上我们也不够活弱 基本上是半消灭的 是吗 但是他也觉得不够 就是因为你不够活弱 快点去选吧 你们 是 另一个现象挺有趣 我昨天有机会看到 这个有线电视 讲这个新闻 因为这个新闻其实是3日出的 是 可能昨天的报纸才整理 但是电视台电台 昨天就已经可以讲了 是 有线电视也有讲这个 几多人 几多记者参与 包括几多个国家 如何厉害 但是完全没有讲香港 就是立场 就是有线电视 没有提到香港的问题 没有提到香港被点名 两个政要 挺有趣的 今天看报纸 《东方日报》也有做头版 除了《东方日报》也有做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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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不太分辨 是的 《明报》就是一个过程 提到一句而已 《东方日报》也有做头版 《东方日报》也有做头版 《特首不受监管》 他说梁振英卖股赚巨款 被踢爆没有申报 好 标题最主要是林郑走赚 是的 厉害 其实走什么赚 她是修改防滐条例 这是她上任之前答应的 现在已经走赚了 她又不做了 是的 特首被批无网管 防滐条例未涵盖 其实都是说那样东西 如果没有报纸跟进 或者没有报纸去报导 或者没有媒体去报导 其实就是没有一件事 正如你刚才所说的 如果是线线 是吗? 正如你都不提到香港报纸 是 没有人知道这件事 是的 今早商台也有提过一下 不过商台的说法就是 其实很少钱而已 是说20万英镑 即是230万港元 你觉得是否很少钱呢? 对有钱人来说 可能是很少钱 是 但是对一般人来说 不是小的数目 其实跟多钱多钱少没有关系 即是不算太多就不用报纸 如果那个理由是这样的话 以往很多案 我都觉得很冤枉 哪件事呢? 譬如我一想起最早 梁錦松偷步买车 是 是 很少钱而已 其实省了多少钱? 好像几万 几万元左右 即是有预备的 那他最后怎么办呢? 就是辞职 辞职 辞职 对一些 至少这些国际记者联盟 国际调查的记者联盟 没有点到他的名字 即是在海外 暂时未揭发 我相信他应该没有 但起码 你刚才说 多少我觉得不是问题 而是你在位 例如你是一个 例如领导人 例如特首 那才算是为例 那个位置 你即使是贪 多或少都是贪 那是诚信问题 不是关系 就是多小钱 你要小心一点 是 即是这些报告没有说他贪 哦 是 要小心一点 要小心一点 要被告 要被告的 千万不要乱说话 只是说到 他没有申报 是没有申报的 而且在位的时候 仍然持股份 是 还有仍然是董事 是 上任了个几月后才辞 那这个问题 不是贪 而是有没有手法 应该是这样 我们有这样的矫正 都不可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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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湯家华的说法 也未必是 就是 要申报 而没有申报 是否犯了规则 犯规 我们用犯规这两个字 是的 因为 会真是分钟夜 要搬飞 是的 立场 已经被人执问了 是的 怎样说 因为涉嫌这个 所谓楼新报的梁振英 是的 他有回应 他一定会回应 我在网上世界见到 就是说把这件事交给律师处理 哦 那就是要告人 交给律师处理 律师不知会怎么处理 但是他另外问了一个 我想也挺客人的问题 是 问了什么呢 他公开地问 立场新闻的老闆是谁 是的 这句话 就是他问你做什么呢 其实 不知道他是否知道 还是知道 他说立场新闻的老闆是谁 老闆的老婆是谁 是的 其实是谁 这个是言有在意 其实你一上网就看到他的名字了 是有的 有的 写得出来的 但是这样公开地问 就是用他的身份的时候 嗯 好像如大威嚇 我觉得 那为什么他要问别人的太太呢 因为现在是狱中 哦 拘押至中 拘押至中 拘押至中未審的是 就是《苹果日报》的副社长 是 副社长 他还有一个问题问了 是吗 是 三个问题 他问他的总体制是谁 总体制是谁 总体制是谁 是的 还问他就是说 喂 喂 那你还做这些事情 啊 不怕老婆有事 是吗 好像语大威嚇 在说恐吓 那我就不知道 他真的问问题 但是就是各人 昨天我看到有《立场新闻》 这个记者就说 嗯 是不是很害怕呢 哈哈哈 他就是纯粹这样问 但是又不知道是谁很害怕 是 但是其实对记者来说 是有压力的 因为首先做这些调查报导 是很难做的 是 你想想这些这么多文件 要这么多个国家一起合作 其实现在是多得 因为在网上 大家是有一个连结 是 资料的 是 因为以前 喂 你要飞去一个地方 就是我经常做archive study 檔案的研究 我亦都做过一些 就是财经新闻的一些调查报导 我去过某个地方 某个国家 是要向法院申请的 法院是不会随便给你文件的 你有很适合的理由 以及你要告诉他们 你知道什么 想求证什么 就是说做这些调查报导 是很困难的 因为你现在说的是一些 很多地方 就是你都不知道在哪里 说个名字 你都未必知道的 甚至乎 如果你对当地历史 或者政治等等 不是太熟悉 都是需要联合不同的记者去做 以及你未必懂得语文 是的 这也是一个 language 现在因为网络世界 以及国际调查记者联盟 他们带头 就是说在不同地区 譬如说他们看到一些文件是关于香港 但其实他们不熟悉香港的 他们就只会给香港的人去跟随 他们就用他们的伙伴 是的 就一起对了一些东西 或者一起去看有没有搞错 就是做很多 我据说我了解过 是做了半年以上 是的 所以这些调查是很艰难 而且也有危险性很大 绝对是 因为牵涉很多人的利益 是的 但是就是因为能够获得这些披露了的金融文件 而他们就是全部去拼图 包括电邮、档案、影像、公司记录 所谓查册 这个也是我所说的记者的职责 就是去查询 然后去考证一些东西 再公布出来 是的 是的 那么现在也少了很多渠道 还有就是那个危险性很高 因为随时轻质你就被人 被人告 被人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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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实是哪位 接着就是 还有很多其他东西 是的 坊间都说只有几样东西 只要找政府移动 要么就是用法律的 法律方式去 程序去不断去 滋扰你 对 要你 消耗你 如果没有钱没有物 那你根本没有能力 就算你是对的 也没有能力去 去继续抗辩 第三 当然就是有些地方 可能是用一些有组织人士 暴力 可能暴力 洗横手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 记者都是冒着一个很大的风险 去做调查报导 是的 现在有待发展 简单说 除了我们所谓香港这两个点名 其实金额不是那么多之外 就是其他地区很厉害的 包括若旦国王 国王 买了7.8亿元的海外房地产 很厉害 那阿塞拜疆总统11岁的儿子 已经拥有3.5亿的大楼 11岁了 11岁 那儿子和他持有 普京也被人霸卖 是的 怀疑是一个情人 女人 拥有一个摩洛哥的秘密资产 要对着海边的 那据说就是 据《华盛顿郵报》说 就是普京就 这个女士和普京生了一个私生女 所以可能获赠这个豪宅 另外捷克总理就说 没有申报一间境外投资公司 而这个境外投资公司 就买了法国南部一个价值 相等于1.7亿香港元的一个酒庄 又是酒庄 是的 很厉害 另外还有我们熟悉的前英国的首相 就是川贝利亚 哦 那他就被税320万元 那就是利用一些海外的一些离岸公司 那所以呢 其实就不只是说香港 不过呢 就是这个这么有组织的联合调查行动 就是有时是上年去做调查 是 那就是很多人灵物力去一起做 但是其实是为了些什么呢 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去做 以及这么大风险都要做呢 其实是为了些什么呢 你觉得 那就是一个民主开放的社会里面 资讯的一个流通 最重要是一 而就是刚才说犯不犯规那样东西 先不要说贪不贪的问题 是 如果是在那个规则上面 是有什么要求去申报 或者是去给公众一个知情权 那就是要做的 其实我想很大程度上 是知情权的问题 是 是 那根据这个卫报说 他们也是根据这个京合组织 就是这个去年的研究 就是说原来全球最少有11.3万亿的美元 是11.3万亿的美元 折合就是88万亿的港元 有几个零我都数不到 88万亿的港元 资产处于离岸户口 是 全部放在离岸户口 那么卫报就说 就是虽然避税是不违法 但是现在全球因为新冠疫情 社会经济非常不安 他说这些政府借贷不断 还有普罗大众承担加税重责之制 那这些文件就揭露权贵 如何在不公平利用离岸公司 秘密逃税交税的责任 带来一些道德的反思 就是说当大家都这么穷的时候 其实这些人很富有 就把所有钱都拿到外面 就逃税避税 以及不让人知道他这么有钱 所谓叫合法地避税 对吗 真挂着 好了 再看看事件如何发展 另一件你关注的就是 很厉害了 做药 这个 督眼督鼻的国伤之处 对某些人来说是督眼督鼻 起码有人因为这样做了药 是吗 张会 是李武校的校长 都是李武校的 我已经很久没有回去 都不敢回去 面目存非 我也不敢 说的是张祥 是 2028年新合约去到 但是我看到我都可言 这么快已经续约了吗 是的 21个月之前就续约了 21个月 未够两年之前 怕他走或者怎样做 怕他不做 校委会主席李国章 表扬他做得非常之好 是的 当然好 现在连学生会也没有了 搞散了学生会 是的 民主场就被剷掉了 是的 接着几个学生就被拘捕了 是的 连连国伤处处也移走 就是天下太平 是的 听说他们的办事处 就是学校校长室 好像在Nose Building 你知道吗 全是 楼路斯楼 不知二十多楼 他说现在长期下面 只有一部升级去到那一层 直上是吗 那应该有安安安安安安安 你不能乘搭那部升级 还有些人走路上去 原来走到那里 都是有人守住的 警惠森严 是的 没有人身看 这个国伤之旨 原来之前《信报》和《东方日报》 已经是之前几天已经放了消息 就是说到大学计划移除 悼念穆世屠杀 而一直摆放在香港大学校园的国伤之处 但是林郑月娥出席的时候 5日 就是今天 就说到今早出来行会的记者会 即行会前的记者会 问这件事的时候 他就说 这个是大学事务 交给张祥处理 他作为大学校监是不理的 交给大学管理层 是的 但是他强调每一个机构 如何去管理它拥有的厨所 展示什么物件 都要必依法办事 那么国伤之处有没有犯化呢 就是这样 1997 1997 1997 到现在 是的 不如说说国伤之处 为什么会有些国伤之处 是的 其实在1996年的时候 就是做了这样的雕塑 是的 有些人头 那样的东西 很扭曲 很扭曲 很恐怖 很痛苦 是一个pillar pillar of shame 它就叫做羞辱之处 是的 主要就是 当年1996年做好之后 就在Roma 就是罗马开幕的时候 一个NGO的会议上面展示 及后他就是做了很多copies 那就是专送给一些人权状况 有问题的地区 哦 包括墨西哥 巴西等地 嗯 那么1997年的时候 香港怎么会有一支呢 1997年的时候 他就送了一个给香港 是的 那 好像是在维园展览 是的 就做展览 那就是 支联湖 就是要来纪念 就是八周年 当时 就是天安门事件 六四的八周年 就在那里摆放 所以说做的时候 不是因为六四的问题 是 只不如做了送给香港 嗯 那么就 刚刚碰到六四的纪念 就放在维园那里 就是被悼念 是的 那搞一搞就成为一个 好像悼念六四的一个标记 他就后来就搬了去 香港大学就收留了 是的 因为维园那里要加个墙 那这件标筹怎么处理呢 是的 大家最后就是 当年的学生会 很多人努力之下 就将它放进去这个 但是那个其实 其实拥有权应该属于哪个呢 其实他就送给香港 那 我想当时应该是支联会的接收 当时在维园 但是摆放就是 就是支联会也摆不到 一个这样的标筹 那个地方其实是紧着 就是现在就没有了学生会 那时候是紧着学生会 最出名的 黑径窩和黑径那个大楼 所以现在就很吊诡了 因为支联会又什么了 要解散了 学生会就删除了 学生会就删除了 只有蔡耀昌出来说 说看不到改动理由 蔡耀昌原本就是这个 既是支联会 又是学生会 现在组织又没有了 那怎么办 其实整个 我们称为国伤之柱 叫做P of Shame 收育之柱 其实那个雕塑家 送给不同地区 就好像一个探热针那样 去测试地区的人权状况 就是说明就是 你人权有问题 那我送一个给你摆放 接的话和不接也很难 不接就是身体历行展示 就是你真的没有人权 不肯接受这件事 接了 香港也很聪明 接了这么久 是的 其实是香港也没有事 那就会放在大学 如果1997到现在 都放了很久了 二十几年了 是的 1997 其实顺利过度 放到现在没有东西 那就是说 如果要移除 或者要扔掉它 那就是一个指标 是的 就是说你这个地区 接受不了 所谓的指控也好 或者是这样的 其实本身就是 助长整件作品的发展 所以是 其实你看看这个作品 只是一些很惨的人 是的 对吗 即是它是一个很扭曲的面孔 或者是一个很痛苦的面孔 它没有说明是什么事件 纯粹那些人 可能在一个人权状况 很有问题的情况 很扭曲 堆在一个柱子 就是这样 而事实上每一年 只是近六四的时候 又是有 又是有 或者是放些花 但是人最大的问题 就是喜欢对号入座 对吗 是的 或者是崩口仁奇崩口换 即是它不喜欢这麽痛苦的样子 又或者在上面看到自己的样子 哦 即是你不看便无事了 我觉得 那真的很凄凉 又不知道在哪里收容到它 很高的 好像说可以拆开两个角 是的 然后可以坑回变成树籍 那最后 最后 要么就是私人找个地方收起它 那些庙可不可以 像山址 像山址那麽大 我便收起它 要问李先生 是否能收纳 能否收纳 我都觉得很凄凉 其实你问我 就是一个 物件 一个实物 死物 是否真的这麽外眼 我担心 今天就是这个国伤之处 下一次可能是维多利亚公园 为了你女王 女王应该会 是的 坐不久了 即是很多东西都可以拆开了 是的 即是说拆就拆开了 其实就是 但是 这就显示到 我想你说人权 自由 那些东西有没有收紧呢 其实这些是一个很好的 所谓叫指标 是的 不需要说任何东西 不需要拗 是的 你看到这些 物品的下场 你就知道的状况 而实际上 亦都是摆了这麽多年的 相安无事 为什麽现在突然间要医法办事 即是之前没有医法办事 即是之前没有医法办事 那些人在睡觉 之前全都在睡觉 真的很离奇 是的 所以 这是一个很疯癫的世界 说一下一些开心东西 或者是玩的东西 那些疯癫世界 我想在网上 或者看电影都有 最近最流行 由于游戏 其实是什麽会谣事 其实我想有看Netflix的朋友 其实很多人在网上都有讨论 我们也不妨说两句 是的 说两句 不要太剧透了 我不会剧透了 因为 跟鱿鱼有没有关系呢? 其实我想是一些韩国 即是我们所说的 Children's Game 需要玩的游戏 好像我们玩跳飞机 扯大纜 这些 其实是一个电影剧本 是电影剧本 即是写了很久 但一直都拍不成 因为它是2008年写的 根据导演王冬客 这个行业导演 但是当时没有人接受 不知道什么事 不敢投资下去做 最近Netflix很聪明 很厉害 就是觉得这个可以 有机会红 真的拍了 拍了 就播放 全球都成为一个热潮 是 其实我想有看过朋友 有看没看过 我不会剧透那么多 但起码我想看这套电影 反映到现实世界的 一些存在着的问题 是 有些人说也很像香港 是吗? 是吗? 我看到香港的影视 其实是怎样的呢? 大概的故事就是说 在现实世界里面 有很多人 有种种的问题 生意、事业、爱情、家庭 都有很挫折或失败 都面临我们叫Loser 所谓失败者 是不是没有什么希望 就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 或者是另一个地方玩游戏 那游戏 是一个小鸣仔的游戏 是 很直接 可以就可以过关 不行的 很严重 真的会死的 要死的 这些所谓Loser 可能在里面找到一个希望 因为 即然没有希望的时候 进入另一个世界去玩的时候 可能会有成功 就是这样玩 有人过关 有人死亡 有趣的问题就是 在这个所谓玩的世界里面 其实很大程度上 都是一个极权的角度 好像有人看着 其实他们就像一个监房 在一个监狱里面 跟外界隔绝了 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里面有人监管 即是监守住 那些监守的人 你看不到样貌 全部做了制服 带着霧面的东西 是的 每天安排你玩游戏 过关 即是死亡 有吃有睡 资讯是隔绝 其实跟坐监是没有分别的 是的 这件事其实有点像现实世界 其实不是那么新穎 有很多现实表演 都是这样孤独 是的 孤独求生记 一直淘汰那些人 是的 但这个我想有趣的地方在于 我也之前跟你说过 就是说 他里面只有一个老闆 就是一个老闆是按键 是玩还是不玩的游戏 去决定 就是最高的领导人 而下面那些人 没得选择 来玩的人没得选择 是没得选择的 一定要遵守 甚至乎去监控那些员工 所谓很多人 他们其实都是没有自由的 哦 即是说那个对比 就是一个人 是掌管了所有自由权力的人 下面一大群 好像白老鼠 在玩游戏的人 我觉得形成成一个很有趣的局面 就是为什么他们这么乖 即是没有人反抗 他们不会反抗 他可以说我不玩 不行的吗 全世界一起反抗 那老闆最高的人 都来你们不好 但是他们正正就是很乖 跟着这个规则 这个所谓的规则去进行 是 其实就是很大程度上 好像现在这个情况 好像香港那样 或者好像某些地区 就是整天想着 哦 会有得全面普选 大家乖乖地 是的 按照他的剧本一直做 是的 直到某一年 没有了 大家觉得 喂不是啊 不想啊 失控了 那是不是DK那些 不听话那些呢 就好像在游戏里面 死了那些 要踢走他 其实是差不多 那想玩的那些 就是继续玩 而最大有因可能就是 你一直过关玩的时候 是 有一些巨额的钱 哦 有利益的 是有利益的 是 去到最后就是钱 而且你可以生存到 哦 但是始终我也是解决不了的 就是为什么 你不一起不玩呢 哈哈 这个不是选择来的 不是选择 不是选择 但是就是 那些人想法的方式 我觉得是很有问题的 嗯 嗯 Anyway就是一个 都很热霸 如果未看的观众 我也觉得是 花小时间 是 看Netflix 都比看大台那些肥造剧 是的 嗯 嗯 嗯 那 明天马上就 这个施政报告了 有没有什么期望 期待 你不是躺平吗 要是 哈哈 还关不关心 我不是很关心 因为 都不当我们话事 是 那就是听一下 看看想说什么 但是我自己的感觉就是 都没有什么可以做到 那你看回过去一个星期 那些公民社会的团体 一路一路都是被执 是的 包括职公民等等 嗯 那些公会也有出来出声 就是个别公会 是 就是说工人的情况会很惨 是 就是现在全部都打散了 全部要他们解散 嗯 本来都没有什么意价能力的了 嗯 现在实际是我想 连一个发声的机会的渠道 是 就是有投诉都没门了 是 这是真的 所以其实那个情况都挺糟的 那其实这个不是等同我们之前所说 这些不是一些所谓的计时炸弹 是 正在做弹药 是 去到一个不可收拾的情况 另外就是在囚人士 我们知道石牆花也是接下来的 嗯 嗯 就希望能够帮到一些在囚人士 嗯 那情况是怎样呢 我们还要继续关注它怎样 嗯 因为其实也是危险的 虽然他们在英国而已 是 用什么人去做呢 是 找什么人去预备一些需要品呢 是 然后怎样去带去呢 其实也是一样东西 嗯 是 很凄凉 因为 除了物资或者环境的恶劣之外 没有什么物资和环境的恶劣 现在香港还是很热的 是 是 那心理上 心情上 或者情绪上 感情上 都是需要支援的 尤其是情绪上 起码让你知道外界还是关注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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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还有什么东西 好 都在看这个水星 是吗 是吗 是否还是逆行的 哦 那 会不会还在影响我们的Facebook和IG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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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就到10月10日 是 大家留意有些什么 10月10日 记住 记住 什么新海革命都不可以 理论上是不可以的 如果这样说 是吗 好像有些展览都还在做 是 等这个局长说 是吗 他说行不行 那大家要小心 好 看路 总之大家仍然是要继续生活 是 好 今天时间差不多 下星期再见